好 我就问一下寒冰 那美国航母来了 对不对 福特号已经到了 然后可能还不够啊 再派一艘航母 这个艾森豪 然后战斗群也要来 然后但是苏利文已经先告诉大家 调动航母不是因为哈马斯 哈马斯那么小 调航母干嘛 而是像其他国家 就是之前我们昨天讲的嘛 所以蜡晚报的分析是准确的 像其他国家或是实体 周边的发出明确的威慑 防止扩大战争 所以会不会扩大战争呢 韩兵你认为呢 土耳其总统就已经讲了嘛 你美国航母靠近 你觉得会和平吗 反而会加大这个加萨的屠杀 所以这个美国的航母 乃至于美国对于加萨 那些平民百姓的屠杀来讲 就是一个大帮凶 俄罗斯的发言人 也是持同样的看法 美国一把航母开过来 就是增进第三方卷入的风险 增进这个阿拉伯 其他国家的一个团结 其实美国 当然他不得不来 因为刚刚介大使也讲了 就是因为以色列就是他爸爸 所以他一定要非来不可 那问题是美国的举动 会让其实周边的国家 感到威胁性更大 因为他不知道美国 在美国的支持下 以色列会做出什么事情 那以色列又是一个 他往往在这种危机关头的时候 以色列通常会倾向于选择 最强硬的那种态度去做 所以这种状况下 他一旦看到美军来了 其他周边的国家不敢动了 他会不会更肆无忌惮的进入加上 我觉得这是蛮有可能会发生的 这个航母来有没有另外一种意味 就是想要约束一下以色列 也叫他不要扩大 其实这个是他不能讲的 也就是像刚刚我们也提到的 就是拜登私底下会去跟 纳坦亚胡讲说你不要做得太离谱 但他公开上他不能讲 因为他不能公开洗脸以色列 因为公开洗脸以色列 他自己就要倒大美 所以他只能私下悄悄的去跟 那个纳坦亚胡这样说 可是问题是美国的航母来了 美国私底下一定会告诉以色列说 你不要做得太过分喔 我们都在看喔 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会理他吗 对我就要问以色列会理他吗 我觉得以色列不见得会理他 因为对以色列来讲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刚好就趁这一次 把几十年的恩怨一次了解 最好把你们这些人全部赶跑 因为过去其实 以色列在这边冲突发生了几十年 每年都死很多人 可是这些加萨守郎这些巴勒斯坦 他是不愿意离开那里 他就是始终 很多人就是认为 就要跟这块土地共存亡 所以这一次以色列 故意做得非常的凶狠 因为他得到一个很好的借口 所以我就为什么他们会喊说 我要你全部都变成死人 我要把你所有建筑物全部米平 意思就是要警告这些人 你们还不逃啊 你们赶快给我走 其实目的就是这样 那问题是有一些人是坚持不会走的 那这些人坚持不会走 以军又进去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最后屠杀就会发生 那屠杀一旦发生 请问一下美国人怎么办 美国总不可能 去制止以色列军队叫他不要动 恐怕很难 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那美国甚至大概只会做一种事 就是动员他的媒体 想办法帮以色列认知作战 也就是不断的散布 比如说像这些婴幼儿被斩首的这些画面啊 或是告诉你说哪里又发生那个 这个哈马斯又进行什么大屠杀啊 或怎么样 寻找正当性 对 就是不断的去帮以色列制造正当性而已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只能说未来的加沙走廊就是人间炼狱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蛮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以色列如果做得太超过了 那我认为周边的国家是不会一直做事下去 这些国家就算他们的政府不出面 他们的人民恐怕义勇军也会出现 因为这些国家其实下面都有很多民兵组织啊 这些 那到时候我觉得这恐怕又要变成另外一场战争 而且战争的险星程度 绝对远远超过俄乌战争 因为俄乌战争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是斯拉夫民族 大家有的时候还不至于太离谱 对 那现在这边大家宗教也不同 人种也不同 对 所以完全不会手软 对 而且是就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恩怨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想趁此机会解决对方 那残忍的程度绝对是十倍百倍于俄乌战争 好我要问一下张将军 这个战火现在看起来有外溢的倾向 那当然就实力不对等 确实是如此 而且航母也已经来了 对不对 这个武器弹药都来了 那但是你觉得呢 再次强调这个仇恨是什么 仇恨就是基于绝望嘛 那以这样的一个轰炸方式 可能会当然会激起更多仇恨嘛 因为人在面临绝境的时候 可能本能做法就是跟你拼了 所以当他移为平地轰炸一轮之后 然后地面上这三十几万部队停进 你觉得呢 你觉得倚方的伤亡会不会也很大 不会了 不会 因为他这个就已经 我们讲过了 他封锁 封锁之后外面的武器不会再进来了 对 然后他又无差别式轰炸炸掉之后 已经没有攻势 没有防御的设施 那这样子的话 遭遇的 你看他为什么要先打轰炸 地毯式的轰炸完毕之后 地面部队再进去 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了 因为抵抗已经没有了 大概这些哈马斯政权的这些 也都是 所以现在的轰炸 就是为了减少他地面部队开进去的设施 对 这很清楚 先地毯式轰炸 再进入地面部队再进入 因为为什么地毯式轰炸 它地毯式轰炸完毕之后 地面部队进入的时候 遭遇的抵抗是最小 马上可以肃清 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步骤是这个样 那这样子的话地毯式 最重要的是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 就是平民都会死掉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有很多的儿童满头是血 那个影片还不适合公告 因为太残忍 对 然后地上被绑了好多人 都是这样子 如果是在网络上有这样看的话 而且是 我想那个是真实性 不是捏造 因为我在反复在看 我认为那是真实的 那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 这个还有一段时间 我认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态度 是个指标 对 这个上战这个血洗 36万的地面部队叙事再发 马上就要这个停进去 那当然军事是外交上的一个延伸 所以我们必须要思考几件事情 就是接下来 以色列到底在思考什么 到底想做什么 这个战争虽然很残酷 它会很短暂的停止吗 什么时候以色列的目标 才能达成 难道真的全城要杀到 这个一个都不留吗 所有建筑物以为平地吗 那你怎么能够判断 我就说这个4万的哈马斯战士 全部歼灭 你怎么能够判断呢 所以我来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当然这个纳坦雅胡 借着这场战争 好像化解了他的内部很多压力 他成立了一个紧急联合政府 战时政府对不对 把这个之前反对他的 这个反对党的这个老大 拉了进来 当然国难当前 大家要团结对外 然后你看到他讲的话 一个比一个狠 这个7号挨炸 然后11号 他讲到什么 讲到以色列将要粉碎 并且摧毁哈马斯 每个哈马斯成员都会是死人 7号这个以色列被轰炸 一直思考 一直讨论 成立了这些以后 到了11号 这句话应该是朝野的共识 是不是 全国的共识是不是 当然他所谓的死人前提是 必须是哈马斯成员 但是韩兵讲得很对 你怎么样分辨 到底是不是呢 所以就说你宁可错杀 也不能够纵放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所有的平民百姓 都是你屠杀的目标吗 所以这句话 怎么看待纳坦雅胡的决心 以色列的防长也是一样 讲的是差不多的话 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对加萨 全面进攻 然后要让目标是什么 加萨永远不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打掉重链 炸掉重链的概念吗 要让哈马斯从地球上消失 你就知道那个恨意有多强 是无论如何到此刻为止 置之死地 没有什么后生的这个问题 那以色列的时报也进行报道 说这个埃及的官 其实说这个 说这个11月11号的时候 埃及的官员说 以色列就已经通知了埃及 要对加萨进行 数个月的地面攻势 换句话说 就先告知了埃及 有没有 因为埃及在旁边 就是这个战争可能会很长 一时半可不会结束 你要有一点准备 数月 加萨撑得了数月吗 没有水没有电 没有医疗没有食物 撑得了数个月吗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